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慢中期待 大家等了一段這麼長的時間 終於看到臨終大戰 這場培營賽都要大家留意一下 終於打完了 現在報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整個程度呢 報道他們兩個中培生 最終是四個回合打贏臨作 臨作出古怪 做古招 不過被人打爆了罪角 話說臨終大戰 星期六晚終於打出一個結果 全場六場賽事 阿燭中培生大戰臨作 八萬大戰 兩人最終打了四個回合 每個回合兩分鐘 更加請了 梁詠中作旁索 娛樂性豐富 賽前不斷出口術說自己可以一彎 KO中培生臨作 上台就用了兩招 就是閃避 多次被警告 四個回合 終於中培生贏了 不過中培生教練 對於臨作的打法相當不滿 勞氣匆匆上台和臨作理論 長片一度混亂 那臨作大戰呢 一開始就 就是 中培生一開始就相當進取 這樣練打臨作幾拳 臨作不斷在場內閃避和拖延時間 當中了拳的時候 全力抱著中培生 旁術的梁詠中忍不住都說了 臨作不斷把中培生湧入懷內 四回合當中 臨作只是重複這兩招 被梁詠中封了 做Wonning Man 臨作現在多個檔 叫Wonning Man 那 臨作不斷在場邊跑來 跑去避開中培生的正面打法 又在場裡四周跑 多次被警告不可以用消滅的方法打 臨作首回合打完之後 要助手抱回位置休息 實力馬上告卡納劍 第二回合的時候 臨作繼續用這兩招 就是避和抱著中培生打 不斷在場裡跑 中培生不斷作出攻擊 追打臨作 臨作被打的時候 就抱著中培生 梁詠中說 哇 臨作真的很喜歡和中培生交換 所以這兩招就是他的秘密武器 最後 中培生雖然沒有 真是KO 臨作 但點數就擊敗臨作 中培生 被打到爆咀又眼中 其實應該是臨作被打到爆咀又眼中 中培生最後超級興奮 不過中培生教練就相當不滿 那樣 最終端的大招就是 中培生的打法 一堆人衝上台 林作理論長片混亂 還要大隻保安員分開兩人 那四個回合打完 雖然林作沒有給中培生KO 不過呢 論分數很明顯是中培生贏 不過中培生就 就 教練就 就很不滿 最後鍾培生贏了也說了一些話 就說 我半年沒碰過汽水銅走 每一天去操 可以堅持到因為大家支持我 多謝大家相信我 多謝大家和我一起去成長 今天我們做到了 鍾培生說 雖然他不斷向後走 不過他是有努力去打 有努力去練 我成功打爆他的嘴 之後都沒有機會再聯絡 這次就給他一個教訓 希望他學會做人 不要亂講話 不要經常去欺負人欺負女人 林作就這樣說了 然後林作有回應 不小心被鍾培生打爆了鼻子 應該這樣說 不小心打爆了鍾生的鼻子 即是林作打了鍾生的鼻子 打爆了 然後林作就說 這個是我唯一的目的 都達成了 看見到林作 真的當自己贏了 打爆了鍾培生的鼻子 還很囂張地說 多謝忠先生 令他用盡全力去應付 希望他可以再接再利 希望之後再多出一倍出場費 找我再挑戰 你就想 真的 OK 那 是娛樂性豐富的 都為香港人搞了這麼久 那些網友就說 那 說呢 雖然點數中培生贏 但是如果四個回合裡面 打不贏林作 很多人都覺得是 林作成為大贏 很難解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沒有打四個回合 第二 捱到四個回合 第三 賺了兩百萬 那 好像網友現在普遍都說 是覺得林作表面上輸 但是實際上 唉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呢 大家給點回應 高登仔 如果支持我的頻道 就訂閱我的頻道 我的報導是這麼多 之後再有報導 再跟進 是這樣